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跑男everything things and care 各位好 我是这家卫视中国蓝节目主持人罗希 大家注意啦 罗希要宣布一个悲伤欲绝的消息 路晗要缺席跑男第11期的录制了 就在本周路晗百度贴吧发出了这样一则公告 大概就是说阿尔山地点比较偏远 而路晗呢因为健康方面的不可抗因素 不得不放弃跑男第11期在阿尔山的录制 啥 路哥身体怎么了 哎 真是心疼路哥 其实路晗身体亮红灯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之前拍摄电影重返20岁的时候 一边要忙着拍戏 一边还是兼顾巡演 经常呢是连夜的赶飞机 上一秒还在北京 下一秒就在长沙 导致路晗在长沙演唱会上出现了脱水晕眩的情况 结果隔天又要出席北京某代言活动 这直接让他对飞机产生了一种抵触的情绪啊 喂喂喂 你们这么折腾他 当屋里路晗是铁人啊 这么敬业拼命 难怪粉丝量爆棚 自从路晗回国之后呢 在娱乐圈的人气那简直是开了挂的 得了你就能让上海油桶变成网红 更别说拿世界第一次记录拿到手软了 在跑男当中傻袍子的呆萌和北京唇爷们的更直性格 是形成了反差萌 圈了一大波迷眉粉啊 至于偶像包袱 完全没有好吗 在作品方面 有陆寒主演的两部电影《重返20岁》和《我是这人》 票房都是过亿的 而在音乐方面呢 路晗发行的首张迷你数字专辑 销量简直逆天 成为了首张拿下双钻认证的数字专辑啊 罗希我就纳闷了 你们说这么优秀的男艺人 未来的女票会是谁呢 就在前两天 邓超爸爸在微博上PO了一张邓紫棋的背影照 配人竟然是儿媳妇 不非路晗和邓紫棋 Oh my god 这可真是吓唤一批女粉啊 不过罗希我定睛一看 旁边不是还有个等等吗 词儿非比儿哦 在这里我要郑重其事的说 陆寒是没有什么绯闻的 但是有一个叫陆千雅的狗 这人谁啊 据爆料人称 这时陆寒的中学同学 陆寒还曾经发过这样一条微博 好像是暗指未千雅 这不是真的 你们信吗 陆寒没有回应过的事情 都不算数 剩下的无聊绯闻 那就一个比一个不靠谱了 袁子轩 其实连绯闻都算不上 他只是陆寒的真实粉丝 曾娜恩 这可是个大乌龙 其实两人并无交往 只是在韩国同位艺人的时候偶尔见面 李敏儿两人曾经乘出过接冷照 但结果证实 照片的男子 根本就不是俩 是这个灵虚啊 呵呵的 发现了没 认真敬业 人气开挂 闲勇绯闻 这样的陆哥 罗西只希望你能保重身体 至于陆哥 在这期跑男当中 又会有什么样的精彩表现呢 让我们一起下载中国蓝TV 罗西在跑男everything 一起陪一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没有 谢谢大家 我们下轮转针 一个 的 黑 辑 上